阿凡達已經創造了電影的歷史 這歷史作為最賣的電影 我相信成功不單是3D的技術 而是它本身在說故事的能力 我們體會到一個兩個半小時的電影 是通過3D表現了故事裏面不同的內容 例如有人物表現的東西 有3D電腦動畫的技術 對我個人來說是一個分水嶺的作用 對以前的3D電影的處理方法當中 是有一個很重要的新的啟發 這個啟發是我們如何從過往我們做3D電影 是從一個3D電影技術 3D電影特技的角度去做電影 到今天我們慢慢轉化成為一個用3D說故事的工具 3D可以推動成為一種新的電影媒體的力量 新的媒體的媒介 在通過媒介的力量當中 我們去尋找一些新的製喻 新的題材 音樂片、交通片、歷史的製作 或者是恐怖片等等都可以套用 到底我們怎樣將它提升 變成一個更加好的工具 這個就要通過在最短的時間內 我們的行業裡的人 就是互相加強的溝通 互相磨合 在技術上磨合、在創意上磨合 將它盡快變成一種新的工具 現在合拍片 不像以前一樣 一家、兩家 很多時候是十家、八家 一起合拍 這個一定是 不單是機遇 是潮流 我們是用集體的智慧 無論是技術的智慧 創意的智慧 或者製作技巧的智慧 甚至是市場的智慧 令到一個影片更加成功 我們會有3D技術的展區 在我們FILMARK的展覽會裏面 展出不同的攝影機 展出不同的器材 令到大家有個實質的接觸機會 我們亦有特技高峰論壇 介紹我們香港電影特技 在這方面的發展 以及在技術上的發展的配合 最少三至四位香港 做3D電影的特別的工作者 麗林麻全 他在做《落火男孩》 我們有彭氏兄弟版《銅眼》 我們有《雅童木》 即是《雅童木》 它的3D版 我們亦有《曼寬》 他們會介紹他們最近的3D製作 部分亦是大家互相合作拍攝的電影 我們都會推介地區性的 比較成功的特技工作者 例如《Fat Face》 他們參與《十月圍城》 參與《風雲》 我們香港另一間是《亞洲傳奇》 他們參與一個相當大的 中東電影拍攝製作 我們想推介給不單是香港的朋友 亞洲地區的朋友 甚至亞洲邊緣的 例子剛才所提及中東的朋友 我們3D電影的發展 在目前來說 是有一個比較有利的優勢 因為香港已經一直向這方面 下落很大的力量 知道位置了 但亦都可以同樣地去說 我們一定要利用這個平台 如何進一步去擴置 在現代電影技術上的其他平台 在目前3D的技術上 當然還有很多複雜的技術要解決 還需要有一個一統的技術平台 將來在3D的技術上 亦可以擴展到電視媒體上 3D電影不僅在電影裡面出現 亦需要在家庭電影媒體上出現